月前 以色列军队袭击了加沙地带的一家医院附近的救护车队 难民营 学校等民用设施造成了重大伤亡 对此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中方谴责和反对伤害平民 损害民用设施 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 作为安理会轮值主席国 中方将为恢复巴勒斯坦的和平尽最大努力 汪文斌表示 加沙地带出现灾难性的人道主义局势 这是对人类良知的拷问 是对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践踏 国际社会不应允许这样的惨剧继续下去 中方谴责和反对伤害平民 损害民用设施 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 敦促有关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冷静克制 立即停火止战 全力保障平民和医院等 受到日内瓦公约特别保护的民用设施安全 开辟人道救援通道 避免更大的人道主义灾难 汪冰强调 作为安理会轮值主席国 中方将为恢复巴勒斯坦的和平尽最大努力 作为安理会轮值主席国 中方将为恢复巴勒斯坦的和平尽最大努力 推动安理会履行责任 发挥作用 凝聚共识 尽快采取负责任有意义的行动 缓解当前危机 维护平民安全 我们也愿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 为调解冲突 缓和紧张 推动巴勒斯坦问题 重回两国方轨道 做出不懈努力 日前联大紧急特别会议 以压倒性多数通过决议 呼吁立即实现人道休战 要求各方依据国际人道法 尊重和保护所有平民和民用物体 这反映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呼声和人心向背 总台阳市记者北京报道